好消息 好消息 躺平发育又出新模式了 兄弟们 我没看错吧 躺平发育剧情地图 居然更新了新的模式 新模式的名字叫 回收猖鬼 啥意思 这都变成猖鬼了 拿不成还能再变回去不成 那解锁新模式 依旧需要三个猎猫的CPR 完成之后 每一局还需要十个秘花币入闯费 OK 了解清楚了 那进入游戏之前呢 大家别忘了老规矩哦 长按点赞充一万 下期更新不会慢 昨天浪根的双根已经安排上了 今天你们是不是也要表示表示呢 开始游戏 这是什么呀 吞鬼皮 有30%的几率 回收血量低于70%的猖鬼 进化后可被放出 好家伙 看这个模式的关键 就在于这个道具吞鬼皮了呀 没个吞鬼皮呢 还需要十个秘花币 哼 才十个 浪根我啊 现在可不怕了 买买买 直接买它一百个 不为别的 就是有钱任性 呃 好吧 只能买十个呀 开局选择房间 兄弟们 说起这个是真的尴尬 本来我屁爹屁爹的 特意抢了一个 自带ATMG的房间 但是几个阵子呢 我就发现啊 整个地族的房间 都是一模一样啊 我来 我去 这么多房间 你怎么就直接冲我来了 不过没关系啊 咱们直接建造炮台 配合上自带的ATMG 还能多挣一些金币呀 溜了你 溜了溜了溜了 哎 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再玩会儿啊 滚 哎呀哈 这个猎母者有点双标了呀 不给我送钱 给他送钱是吧 谢谢啊 别老子闭嘴 感觉这个人特别愚疏 啊 战役涌上来了 乖乖 联盟者升级了 这兄弟还能扛得住吗 拿来吧你 哎 来了 对我变成超鬼 咱们开机选择道具 通鬼皮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哈哈 不许 来怎么是个联盟者啊 你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啊 神经病啊 我招谁惹谁了 黑手 我离开了 嘿嘿嘿嘿 嘿嘿 我又来了啊 呦呵 这回来的是猖鬼啊 正好 我还正成你们不来呢 嗯 嗨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啊 小小猖鬼何在 你在走这儿呢 哦 废话场说 吞鬼皮 给我收 发生什么事了 不到我 嘿嘿 还有一个啊 别着急 先消耗一下他的血量 OK 差不多了 再收 nice 现在我的瓶子里面 已经有两个唱鬼了 啊 啊 哈哈 许他来了 不许 这队友被淘汰的有点快啊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又来两个唱鬼 幸好啊 咱们刚才呢 已经成功收掉了两个 这要是四个一起上门 那我可真就顶不住了 特朗 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哎呀 来了来了 给我收 OK 四个唱鬼都已经进化完了 咱们现在呢 把他们都放出来看看哈 nice 全员复活 哎呀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嘿嘿嘿嘿 情不景欣 亦不疑问 哈哈哈哈 好家伙 这被进化之后的队友 发育得也太快了吧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 已经快要追上我了 搞得我啊 都想把自己给进化一下了 厉不厉害你空哥 哎呀 你这么开花 这个太赖了呀 兄弟 那最后呢 在我们全员的围攻之下 联盟者也是没人扛住压力啊 直接败下阵来了 好了 小伙伴们 这就是今天的躺平发育 新更新的模式 回收唱鬼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感兴趣去试一试吧 最后呢 别忘了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